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战神5诸神黄昏的设置和优化 这个游戏我已经玩了13个小时了 设置方面没做太大的改动 我认为有6个比较重要的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上个视频说过战神5它是一个大而全的游戏 从这个设置界面就能感受得到 什么都有 适合各种用户的使用偏好 先说一下如何不晕的问题 我们来到画面和视角 我用的是PS5 4K 60帧的显示器HDMI 2.0的 默认它给的就是性能优先 这是4K 60帧动态4K 实际分辨率应该是2K到4K之间 1800多P吧 画面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优化性能实际上就是画面模式 真4K 30帧 这个我也试过感觉不是很舒服 另外画面也没有太多提升 所以建议大家使用性能优先4K动态4K 60帧 下面有一个高阵率模式 是灰色的 这个需要HDMI 2.1 或者降一级分辨率 开高刷模式 这个以后再分享 上面这是动态模糊 默认好像是10吧 给它拉到最低 因为动态模糊会让人产生悬阴感 上面是胶片颗粒 默认是10 为它改成了5 如果你不喜欢 还可以把它改成0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有点颗粒的感觉 有点传统电影的感觉 好 说下一个 音频与字幕里面有一个字幕与 使用说明文字字号 我给它改成了大号 默认是这样的 我更喜欢这个大号的字体 因为这个游戏有很多对白 需要看文字 字太小 眼睛不舒服 好 说下一个 叫快速转身 在协助工具里面 拉到最后 先长按R1 再按下键 全在左手上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干什么用的 按R1 先防 转身 转身 这个在游戏过程中很重要 好 顺便说下一点 就是冲刺的问题 默认是按R3 有很多同学还不知道 这个R3是什么 R3就是这个L键 方向摇杆键 往下一按 这就是R3 默认它是冲刺 它有三种模式 默认是R3 往下一按 还有这个长按X 长按X键 它也是跑 还有一个叫自动 是自动跑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设置的是自动跑 你看默认就是跑了 并没有走 全是跑 有好处也有坏处 你就不能走得慢一点了 还可以设置成这个X 像生化危机一样 按住X就能跑了 不按X是不跑 但是这个X我上一个手柄就是这个X键坏了 所以说还是选择自动 或者选择L键 按R3键 因为这个R3键往下按很少用到 所以说就算这个游戏玩得多一点 应该也坏不了 反而我并不是很喜欢设置成X 先用自动试一下 下一个叫导航辅助 默认是没有开的 我给它开开了 就是按R3键 就是这个键往下一按 这就是R3键 R3键干嘛呢 比如说我现在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我按一下这个R3键 它自动会给我转向 我该要去的地方 或者是主线任务 或者是支线任务 这个很方便 这个有点像古墓丽英9里边的提示 就是整个屏幕全变灰色的 然后有一个光柱 就是要去的地方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手柄的圈X键 能不能换键位 是可以的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很在意PS5的圈X键换位置了 这是一种妥协 它不如PS4舒服 在战胜5里面是可以改回来的 控制器重新映射 自定一 在互动这 默认是圈嘛 我给它点一个X键 圈呢 给它换成X 那互动就变成X 躲避就变成了圈 但是我呢 已经习惯了 我还是给它改回来 这个战胜物里边设置选项很多很多 特别是有很多自动的选项 比如说自动锁笛啊 还有自动捡东西啊 还有自动跑步啊 但是呢 我感觉 如果都设置了吧 感觉失去了那点味道 我还是喜欢以默认之为主 做一些小范围的修改 好 以上就分享这么多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我们下次见